大于把皇位传约儿子之后 开始了父传子家庭下的世习制 封建社会也是如此 想要当上皇帝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出生帝王家并被立为太子 二是起兵谋反 古代真的没有过高学历的皇帝吗 李尊虚表示不同意 因为单凭学历来说他秒杀所有帝王 李尊虚以状元身份登基皇帝 成为皇帝之中学历最高的人 历史上仅此一位 李尊虚虽然他姓李 但千万别认为是唐朝的某位皇帝 否则容易让人笑掉大牙 李尊虚出生于西夏皇族 他父亲被封为齐国中武王 简称齐王 当时西夏效仿宋朝 以科举方式选拔人才 按照李尊虚贵族身份 根本不需要努力 但是李尊虚不想成为他人眼中拼爹的公子哥 他夜以节日地读书 并告诉家人 我要参加科举 证明我的能力 此后李尊虚开启学霸模式 轻而易举考中秀才 而后不费力气拿到举人的文凭 一路高歌猛进 却卡在进士这一关 李尊虚没有气馁 也没有找父亲脱关系在后门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在四十岁那年考中进士 并且电视力压群芳 夺得状元郎的头衔 在大臣看来 李尊虚只是想拿个高学历 就连皇帝也这么认为 殊不知他们太小看李尊虚了 李尊虚表面上人畜无害 没有太大志向 其实他想要的远不止状元的身份 金光闪闪的龙椅才是李尊虚的目标 当时的西夏皇帝李安全 按照辈分来算 李尊虚得叫他唐叔 此人昏庸无能 导致西夏国力日渐衰弱 大不如从前 李尊虚看似对皇叔李安全非常恭敬 私下李却笼络大臣 并于公元一二一一年 即他中状元的八年后 发动政变 把唐叔李安全废除 自己等级成帝 改元光定 至此李尊虚实现梦想 也创造了一项记录 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 状元皇帝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 和我一起穿成组